我们一直讲万兆是未来的趋势 万兆是快来的趋势 但是实际上万兆是眼前已经到来的趋势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为大家介绍 装置英特尔低功耗i3 CPU N305的 八旁位万兆电口全闪NAS 铁微码F8 SSD Plus 铁微码是老牌的专业NAS厂商 我们不久前介绍过他家的四旁位NAS 不过那台设备的网口是我们常用的2.5G 新产品的网络接口已经升进为万兆电口 而这样一个小家伙 单手就可以拖起 单手就可以拿捏 他同样也装置了MARVEL AQ3 113万兆电口网卡 他还有八旁位M.2 PCIe 3.0X1的NVMe接口 最大可达到64TB的磁盘容量 目前全闪NAS的产品不多 万兆全闪NAS更少 大家对这种小巧的八旁位全闪万兆NAS感兴趣吗 铁微码F8 SSD Plus 他装置了英特尔 i3 N305低功耗CPU 八核八线程 312EU的英特尔UHD核显 DDR5内程 4800兆赫兹 八旁位M.2 PCIe 3.0X1接口 HDMI显示输出 万兆电口网卡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网线 螺丝刀 说明书 NVMe SSD的散热马甲 散热柜胶电 固定用的橡皮圈 这块电源12V6A 一共72瓦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金属机身 但不重 小主机的侧面是铁微码的logo 顶部 通风孔道和电源开关键 底部是两个小风扇 应该是进风通道 这个设计比较巧妙 正面有产品型号 F8SSD Plus 后部 机箱固定螺丝 取下后才能抽拉出主板 12VDC电源接口 HDMI 2.0接口 Marvel AQ3 113万兆电口 双USB 3.2晶2A口 USB 3.2晶2C口 我们把固定机箱的 易拆螺丝取下 把底部风扇用力往前推 很轻松啊 就这一颗固定螺丝 需要用手领开 不需要其他工具 必须给这个快拆一个好评 左边是硕大的CPU散热片 注意 左下角这里插了一个U盘 是铁位码LAS系统TOS的启动U盘 右边是4个PCIe 3.0X1 NVMe SSD插槽 翻过另一面 单DDR5内程 4800MHz 又是4个PCIe 3.0X1 NVMe SSD插槽 一共8组 这就是内部所有的接口了 BIOS里我们能看到PL1设置15瓦 PL2设置的是35瓦 因为是LAS 估计能跑到15瓦 就算很不错了 这是来电自起启动开关 对于LAS比较重要 这是TOS启动设置 关掉它才能够安装和使用 其他操作系统 大家都懂得吧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20瓦 20秒后掉落到15瓦 然后一直持续 整机功耗27瓦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3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03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5瓦 时温29度 CPU最高温度75度 SSD最高温度40度 散热是相当优秀 CPUZ多线程2711.8 弹线程341.9 多线程成绩保持在N305的第一梯队 Gag本线5 多核5069 单核898 多核成绩在前列 Gag本线6 多核5162 单核1092 多核成绩仍然是靠前 Cellibonch 223 多核48 单核806 多核成绩靠后一点 Cellibonch 2024 多核301 单核53 多核成绩和单核成绩 都和超谜R21差不多 Passmark多线程 10807 单线程1841 多线程成绩 接近畅往N305 综合上面的比较 铁微码 F8 SSD Plus 15W的性能释放 性能意外的还不差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531,473 CPU得分247,839 我们还给N305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50万4224 XX20 25万7241 Coremark 19万5241 Coremark 接近了20万分 也算很不错了 比最强的N305 也仅仅相差5% 要知道这是NAS的CPU的调校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速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 8K60帧AV1视频 YouTube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M22 PCIe 3.0 MVM SSD 接近900兆B每秒 这是PCIe 3.0 X1的速度 USB 3.2 GIN2 C口 外界雷电硬盘盒 1000兆B每秒 这是GIN2的最右带宽 那么这台NAS外挂 大使直连 带宽是有保证的 实际万兆电口网卡 我们使用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没有开矩增的情况下 单线程上传下载 跑上了9G 多线程下载 跑到了9.4G 多线程上传 跑到了8.5G 这是非常优秀的 万兆网卡的内网测速 特别是单线程 跑到了9G 我觉得我已经是 MARIO AQ3 113的粉丝了 我们也跑了 Open Speed Test测试 下载接近8.5G 这台铁维码F8 SSD Plus 装置了低功耗 i3 N305CPU 1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45W 待机最高功耗15.2W 一般不带缓程的 PCIe 3.0的NVMe SSD 最大写入功耗 3.3W 按这个结果 8盘位全插满 增加20W 72W的电源足够了 室温29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9度 SSD待机温度35度 单考FPU CPU百分之百满载 室温27度的时候 机身噪音接近40分贝 耳边噪音只有36分贝 算是非常安静了 何况NAS真的很少能满载 铁尾码自己家的系统 已经升级到TOS6 安装过程很简单 按铁尾码网站的指南 一路向前 很快就安装好了 界面有了一些不同 在顶部设置了系统菜单 开始 应用 备份 单独拿了出来 控制面板 右侧有便捷工具列 卷和乘储词 我习惯给NAS设置静态IP地址 改静态IP 又进来了 Dock也独立出来了 系统看板长这样 我们给TLUS下挂的SMB磁盘 进行拷贝文件测试 平均写入速度800兆币每秒 平均读取速度接近900兆币每秒 跑满了PCIe 3.0XE的磁盘带宽 也几乎跑满了万兆网卡的带宽 TOS还是不错的 铁位码F8SSD PLUS万兆全闪NAS 15瓦的功耗释放 性能还算不错 在NAS中算是很好的性能表现 它通过底部两个小风扇来进行主动散热 风道贯穿机身 很好地帮助了CPU内存和NVMe SSD的散热 设计非常巧妙 FPU单烤最高CPU温度才75度 耳边噪音36分贝 这充分证明这是一台性能不错的散热精英完美的 万兆LAS 万兆电口 八旁位NVMe SSD 在N305上首发装置 铁位码的领签创新是无庸置疑的 我原以为万兆全闪NAS 可能需要12代酷睿低压移动CPU 正没想到N305也能达成 我们要给铁位码点一个大大的赞 从目前看 这是一台非常优秀和完美的产品 总结一下 铁位码F8 SSD Plus 万兆全闪NAS 出厂15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不错 散热精英都完美 万兆电口和八组PCIe 3.0X1的接口 非常给力 它的风道设计简洁实用 它的易拆设计非常适合小白新手 这是一台设计优良 身材小巧 完美散热精英 完美接口 性能还意外不错的产品 这算是我今年最喜欢的NAS产品 集齐了万兆 全闪 迷离 诸多优点一身 对它我们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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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